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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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9度 而到了禮拜天的白天 也就是聖誕節白天的時候 隨著高壓冬移近 到了東海氣溫才會再上升 所以還是要提醒 長輩朋友 心血管疾病朋友 今天晚上開始 保暖工作真的不能少 還有要注意自己身體喔 來 我們看溫度了 先來注意到這溫度狀況 晚上的溫度維持14 15 明天早上的高溫17 明天下午以後的溫度 會比這15度還要再降喔 整個北部地區 隨著東北風的增強 相對的說 雲層多會有短暫雨 中部地區多餘時勤 但明天的白天高溫也上不去了 因為最重要冷空氣下來了 南部地區還有舒適的天影 但今天晚上是在18度 不過晚上會在南部地區有點霧 東半部地區要轉雨了 歪島地區溫度要下降了 提醒大家 今晚冷空氣要下來囉 穿坐方面要保暖 我是戴立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 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